中国因为他这几年把自己塑造的太强势了 那习近平上来之后 他的一种对外的强硬 那民主主义的这样的一种燃烧 所以变成说让习近平目前是骑虎难下 怎么样他如果再跟美国示弱 那请问一下你的这个中国梦 你所强调的四个自信 自信何来 那你也怎么样去对内部做这个说服 因为大家都已经把中国现在看起来是跟美国基本上是平起平坐了 甚至这个喊打喊杀的声音也是很大 当这个民族主义烧起来之后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习近平透过民族主义 透过爱国主义 透过对他个人的崇拜 透过废除任其次 让他的权力更加的稳固 但是我们知道 当这把火烧起来之后 你如果忽然的示弱的话 又会变得有相当大的一个矛盾感跟违和感 可是不示弱的话 中国的经济现在又陷入到一个进退危局的 进退难的一个情况 除了 好